原来他是赵雅芝的儿子。出演过新加坡票房电影,现在还进军Hollywood大片。网民,在电影里还秀肌肉。 最近刚上映的好莱坞电影《Pacific Rain Uprising》第二集里,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亚洲演员参与这部电影? 除了已经知道的中国女演员景田以外,张晋、赵雅芝儿子黄凯杰等人也参与这部电影。 当黄凯杰在《Pacific Rain Uprising》中的第一个镜头出现时,他正在做高难度的腹肌训练,转成正面镜头后,很多观众发出了赞叹。 身材真是好。看得出,黄凯杰为了这个机架学员欧阳金海的角色,一定专门健身过。 黄凯杰在这部电影中的镜头还真不少,其中还包括他进入机架内部受伤,以及在东京的怪兽大战中英勇表现。 但是呢,上一部中的中月混血的肌肉三兄弟The Brothers就不再出现了,黄凯杰的这个肌肉难形象,也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缺吧。 黄凯杰本来是在美国学MBA,后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读研究生,自成母业,她能演《Pacific Rain Uprising》,也绝不是靠母亲的,因为她前两年在卫视的一个明星学开飞机的节目《壮志灵云》里拿到总冠军,还获得一架私人飞机的使用权。 而在2012年参与首部电视剧演出,2014年曾参与新加坡电影《新兵正船》《挖人传》的演出。 因为妈妈赵雅芝在圈内的名气大,这给她带来不少压力,唯一应该做的,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